中国娱乐 网信 www.yule.com.cn 据韩国媒体报道 演员赵宝儿有望搭档于成豪出演新剧服秀回来了 担任该剧的女主角 赵宝儿和于成豪的全新搭档也让人表示很期待 据悉 赵宝儿目前已经收到了该剧的出演邀请 收到的角色是女主角 将会在剧中饰演很有魅力的角色 是于成豪饰演角色的出演 将会与于成豪展开一段十分浪漫的爱情故事 赵宝儿目前正在讨论是否出演 如果赵宝儿确定出演该剧 这将是赵宝儿即便是剧 离别时已别离 之后光速回归荧幕的作品 一发关注 之前赵宝儿在电视剧 离别时已别离 中的表现十分不错 获得了观众们的认可和称赞 演技也是越来越成熟 让人十分看好 该剧的男主角目前邀请了于成豪 于成豪将会饰演曼思南 江福秀 江福秀是一个有着不幸经历的男人 在学校的时候他被迫成为了校园暴力的施暴者 并且因为前女友和朋友们的陷害 而进入了少年监狱 因为有着对前女友和朋友们的恨意 江福秀一直在想等到自己获得自由之后 一定要想毁掉自己人生的人复仇 但是事情不没有朝着江福秀所想的那样发展 她的复仇之路并不顺利 并且遇到了自己的处点 却入了另一个世界之中 去西 福秀回来了 是一部浪漫的爱情喜剧 于成豪和赵宝儿的全新搭档也让人十分期待 两人都是演技很好的高颜值演员 一起合作的化学反应 自然让人很好奇 目前该剧确定将会由由你的email的导演贤俊浩之导 新人编剧直笔 预计接到狐狸新娘星通过SBS电视台于12月播出